大家晚上好 阿民日记又来了 讲述阿民在美国每一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从这几天的老板安排工作来看 应该是说总体上 我之前在视频里也说过 总体上应该说老板对我已经是认可 甚至关怀有加 栽培有加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如果有事没事就骂骂骂 我可能就对你没什么感情 将来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也不会有半点留恋 这你对我这么好了 人是这样子的 你对我好了 我反而会顾虑很多 是吧 人都是这样子的 视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但是计划依然是计划 我之前 今天老板上午又单独安排我一个 我个人就做了一个事情了 下午没有师傅们管我 随便你干什么 我就自己做了一些最危险的一些工作 搭一个梯子到这个 这个富士楼 中空客厅 搭一个梯子 那梯子都有五米 搭到顶上去 瞄顶上的漆 一般有恐高的人不敢爬那个梯子 太高了 五米 爬到五米上去 一般会不敢爬 我爬习惯了 我在家里做事情 我就很胆大 我说了 我之前 六楼 一二三四五六 五楼还是六楼的这个 外墙的排水管 这个水管 因为年久 这个接口处 冻裂了 漏水 往外渗水 我就从七楼 还是六楼 我现在都不记得了 挂一根攀岩的这个绳子下来 挂到外墙上去 捆到这个腰上 当然还做了几个保险 去修补那个漆 挂到六楼的外墙上 所以我胆子算大的 当然我会做好一切的安全 确保一切都很安全的情况下 我敢做 虽然我心里也有点害怕 但是我还是敢做 我胆子算大 所以今天就爬高处 瞄了边 把那边瞄了 我之前做装修有个计划 就是一年之内要掌握 并且熟练地去操作 目前所有师父们会的事情 而且一定要会 这是目前我在这师父里面 师父们不会的 我也要会 这是我的计划 按照我的学习进度 以及按照我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要实现这个目标 应该问题不算大 现在的问题在于 可能在目前的这个形势下 就是目前这个疫情的形势下 疫情封锁形势下 国内的签证也办不了 然后呢 航班又来不了 想来的人来不了 想回去的人去不了 那目前整个这个装修行业 华人的这个装修行业 目前是一滩死水 一滩宁静的水 不流动 没有水流进来 也没有水流出去 在这样的死期沉沉的这种环境下 想 想搞点什么事 不好搞 这是目前的环境 所以呢 我得等待这个水重新流动的时候 我才能够有所作为啊 而且我目前属于势单力孤的状态下 就像最开始 刘备那个知习小儿 还在知草席呢 一边 知着草席啊 一边 做着这个皇帝梦啊 你要起步 你得先你得先结识 关羽张飞啊 桃园三结义啊 你再来做事情 其实做任何事业 你包括马云起创业 他都有这个什么十八罗汉 还是什么十一罗汉 我都忘记了 任何人创业都是需要帮手的 都是需要那么一两个帮手啊 你才能起得了步 而不是说随便去市场上捞个人来 你跟他又不知根知底的 是吧 那不像做事的人 所以我 我还是得等待 小伙伴们加入 才能做事情啊 所以呢 也希望有小伙伴们愿意在这个行业里面 发展的 这个行业 发展前景是很大的 很大的 说实话老板一天 老板一个月 我估计他至少赚了十几万块钱 左右 十几万美金 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 而且我觉得在美国做事的人啊 他没有在中国做事的人压力啊 压力大 中国做事情的压力特别巨大 特别大 竞争异常激烈 所以人呢脑袋削尖了啊 而且还有加班家人很勤奋的竞争啊 在美国这里做事情 懒牙娘的啊 感觉市场现成的 你只要一努力一抓就抓得到啊 就是想吃东西也很简单啊 在美国在美国这个这个社会 你像这个南加州这个地方啊 懒懒散散啊 任何行业都懒散散 我说的嘛 我找个房子租个房子 中介的有气无力的 他对赚钱不赚钱都没什么兴趣感觉 所以在这里如果你发挥了中国的那种奋斗精神 在美国来 你不成功那是 那是老天瞎了眼 可以这样讲啊 所以在在美国你想创业 想做事情 那机会一大把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有团队啊 只要你想办法 所以呢我现在问题就是 缺缺这么几个团队 缺这么缺这么一两个人啊 有一两个人 就OK 我就可以起步 后面的事情 我就可以去做了 那靠我一个人不行 靠我一个人 也不是完全不行 一个好按三个帮嘛 靠我一个人也行 但是呢 进度会慢一点 失之毫里 没有以千里啊 你如果前期就有 靠谱的伙伴一搭配 那你后面起步就会很快 如果你前期没有靠一个人的话 那起步就会慢一点 也不是不可能 也可能 就是慢 所以现在呢 还是借节目来呼吁一下 有在 有想在这个行业 奋斗 发展的人 跟安民联系啊 先声明啊 我这个人 不会为了钱这种事情 叽叽歪歪啊 我所在意的是远方的钱 不是眼前这一口饭跟你抢来抢去的 你要多吃你就多吃点 你别把我饿死就可以了 你多吃你就多吃点 我在意的是要赚远方的钱 赚远方更多的更多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跟我打伙会吃亏 放心吧 绝对不会吃亏 我我我可以吃亏 我不会让你吃亏啊 如果连这个胸镜胸镜都没有 这个远见都没有 他做什么毛事业啊 另外呢 因为这个老板 对我其实这段时间都挺好 所以呢 我不想和老板产生任何的冲突 这个必须我自己要有一个原则 现在是还早啊 我现在是谈以后的事情 现在想 我说了吗 我人也不够啊 而且还不到一年啊 我现在技术还不行 前期我要服人 我还是得拿出过硬的技术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我找了一个人来 我要教他吧 对不对 我要告诉他这个怎么做吧 我首先自己要是一个师傅吧 所以呢 我现在 想怎么样 其实还早啊 但是呢 我在展望以后的事情 不能和这个老板产生任何冲突啊 不能坏了行规啊 不能够这个 拆台啊 不能够互相拆台 我可以做我的生意啊 但不能从这个老板的发往里拿 我可以拓展我自己的市场 但是不能和 目前这个老板 产生任何冲突 这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对我好 我就会记得这个好 不会在经济利益上和你产生任何冲突 你对我不好啊 那你跟我 就是钱的关系 那我自然也没有什么这个良心上的障碍 但是现在呢 老板是教我的 是耐心的教我的 所以呢 我不能够这个叫喝水 不喝水 叫喝水不忘挖井人 啊 嗯 好了吧 就这样吧 今天其实没什么说的啊 就是 觉得 这个这个疫情 疫情期间啊 这个疫情还不结束啊 疫情要结束的话 美国都恢复了这个常规的一个 一个生活 啊 常规的工作 该开门的都开门了 整个社会经济 会恢复正常了 那机会就来了 不然现在就是维持着 好了 拜拜